俄乌谈判似乎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进展 冲突结束指日可待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从上个月29号开始 俄乌双方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并且与先前几次谈判的僵硬态度不一样 这次会谈的结果还是乐观的 首次会谈后 俄方也表明将采取两项措施放缓冲突的局势 俄方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表示 未来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面 可与两国草迁和平条约同时进行 这次会谈 俄方也表示 会减少在基夫和切尔尼格夫方面的军事行动 俄乌冲突似乎开始迎来了真正的转机 当地时间4月20日的时候 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拉哈米亚 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俄乌双方的会谈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只剩下克里米亚问题上还存有一些分期 这几日的友好会谈 证明了双方已经建立了互信 很多人都以为冲突结束指日可待了 上述信息发布后 欧洲股市直线拉伸 欧洲主要的股指也全线上涨 俄德股指涨幅皆超3%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幅超3% 俄罗斯股指也一度暴涨10% 美股股指期货也大幅走高 其中标普500指数期货 倒指期货涨0.6% 另一方面 国际两大基准油价29日一度下降超5% 失守100美元 国际金价也在29日出现了大幅杀跌的情况 已经失守1900美元 全球金融市场目前最大的两个影响因素为 一是俄乌局势造成的地缘政治因素 另一方面是高通胀高物价的经济因素 这两个因素对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变量 若俄乌局势缓解 全球供应链和原材料市场的紧迫局势也会缓解 因此通胀的预期也会随之下降 目前美国的加息才刚刚开始 之后市场还要面对不下六次的加息 对美债和房市的影响巨大 经济前景已经高度不确定 然而美国冻结俄方的外汇储备行为 又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各国可能担心货币赋予美国的权利 而选择放弃使用美元 这对美元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让我们回到主题 那么这次会谈是否真的预兆冲突即将结束了呢 虽然此次会谈释放了很多友好的信号 但是西方国家还一度唱衰 认为俄方的撤军只是一种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而已 并且英国也表态 对俄方的制裁并不会因为冲突的结束而终止 接下来的和谈能否有一个好的结果 还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